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今天看到了一组数据 中国的法拍房数量在三年内涨了100倍 这将对40%以上的城镇家庭带来三大难题 另外啊 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永佳 4月24日在人社部2023年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说 国际形势依然复杂 经济发展不确定性较多 一些劳动者在求职就业中还面临着疾难筹判等问题 部分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仍在寻找合适的工作 这都是就业工作努力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那他都有哪些的具体措施呢 那我整个捋了一下啊 就剩下喊口号了 大多数都是形容词 那好 这一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详细的内容 房子对于国人来讲就是根 而房子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这个中国人对于房子的执念呢 那也是在世界上比较著名的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想有一个房子 有一个房子才有家 那没有房子啊 觉得这个飘忽不定 就像扶贫一样 那我们都知道 李嘉诚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 发现了苗头不对 即刻就跑 在中国房价暴跌之前 李嘉诚已经基本上 把他的房地产的业务都已经撤出了 所以他再次避过了风险 他曾经预言 中国的房子越多 转手将更加困难 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 这中国的房价呀 就出现了下界的趋势 中国呀 40%以上的城镇家庭 也许将面临三大难题 首先第一点 房子越来越难卖了 李嘉诚的这个预言呢 已经成真了 那我们都知道 最近这房子是有价无市 全国各大城市 所面临的问题都差不多 在北上广 以及一些一线城市 也许还好一些 但是在3456789线城市 问题就比较严重 尤其像鹤岗这类的城市 过去我们都详细的讲过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 就是这些年 房地产无序的发展 结果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 但是习近平呢 又采取了极端的手段 想要尽快的把这个泡沫给挤掉 结果就造成了目前这样一个局面 实际上啊 一些专家认为 对于中国房地产的泡沫 应该是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习总加速师 就要加速解决问题 要不然怎么是加速师呢 那我们都知道啊 这房子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品 那既然是商品 他就要遵循价格规律和供求关系 目前这个供求关系我们已经看到了 中国的人口在不断的下降 那躺平的人越来越多 年轻人失业 这个供求关系就已经供大于求了 未来呀 房子会越来越难卖 这是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有人可能说 你这废话嘛 大家都知道这事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难题二就是房子想租也租不出去 从宏观上来看 中国的房子已经足够满足30亿人居住的需求了 现在房子很多 过去呀 人们买了房子 通过租赁的方式 可以用这个租金来还贷款 这样呢就减小了还款的压力 但是你现在想租都租不出去了 那么问题就更加严重 中国的城市发展呢 是极其不均衡的 一线城市房子租金高 二线以下的城市 这房子租不出去 扩大到3456789线呢 人口的流失就直接导致房租市场啊 这个基本就没有足够的租客 房子空置率也就非常的高 房子租不出去 也就成为一个必然的形式 现在房子卖不出去 也租不出去 不少城市的业主选择暂时将房子空置 等到市场条件好的时候啊 或者卖或者租 但是这就面临了另外一个难题 就是持有房子的成本越来越高 所谓的持房成本 就是这业主名下 房产没能带来任何精神和物质上的收益时 所产生的不可回避的成本 而这种成本同时也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两个层面的 精神上啊 当然你这房子要面临大量的还款压力 贷款还不上 这个精神压力自然就会大呀 那精神压力大 有些人我们也看到了他拍摄视频 呈现出一个崩溃的局面 所以有些就断供 断供呢又会造成一个失信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如果是一个失信人士 他将处处碰壁 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 再加之过去三年的疫情 城镇居民生活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许多人都失去了这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 到2022年底 全国断供房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0万套 而这个数据在疫情之前的2018年 才仅仅只有2万套 所以三年间这个断供房就增长了100倍 我相信这个数据是缩水的 那断供的房子应该是越来越多 再加之大量的烂尾楼 那这个就是目前中国40%以上的城镇居民 将要面临的三大难题 说完了未来中国城镇面临的这三大难题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让中共寝食难安的大事情 那就是年轻人的失业率 那这个问题我们也讲了很多了 中共呢他一直不承认 但是从中共官方的口径来看 这个问题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了 那我们来看人社部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一要加强政策 权力助力企业文港扩港 这个基本上我们看就是喊口号 怎么样加强政策呢 对于中共国这样一个靠关系维系的一个社会 他的一切的政策和他一切的什么所谓加强扩大 提振信息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形容词 他所说的什么只补快办要推行这个模式 然后兑现社会保险补贴 吸纳就业补贴职业补贴等政策 推动政策尽快落地见效 那我们都知道有关系的 那他就会拿到好处 就会拿到补贴 那没有关系呢 就吃拿卡要 你本来你就没有钱去做生意 或者说你企业本来就困难 如果你只想拿到贷款的话呢 那你就得贿赂上面的官员 你拿到的这笔贷款 他的成本就会增加 他很难赚到钱 那他赚不到钱又怎样去雇佣更多的工人呢 没办法雇佣更多的工人 那么失业率就会进一步加剧 这是一个死循环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他说二是拓空间 全力支持创业和灵活就业 说到灵活就业呢 现在就连送外卖的都已经卷到不能再卷了 很多高学历的人士 包括这个硕士博士 有的人在无奈的情况下 都已经加入了外卖行业 中共是怎么说的呢 聚焦劳动者创业需求 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 简化担保手续 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我们看到了这些都是假大空的官话 他说落实 那你怎样去落实呢 你下面都靠关系 你没有关系的人 你就没办法拿到贷款 简化担保手续 现在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贷款呢 需要这个什么三连保五连保啊 具体多少人保 我这个就不清楚了啊 那既然需要担保 过去我们都知道 这很多人因为被他人担保贷款 因此倾家荡产 包括我自己的亲人 我三叔给朋友担保贷款 结果那个人呢 从此消失不见 后来啊 我三叔就因为这个事情一股火就离世了 这就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形势 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中共所说的简化担保手续 无论你怎样简化 你还是要担保的 在国外啊 贷款是很容易的 只要你没有不良的信用记录 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就能从银行拿到贷款 这个非常容易 但是在中共国呢 这个只有公务员 或者企事业单位 这样的职工 才比较容易拿贷款 普通人想要借贷呀 是非常难的 即使是说 你把这个房子抵押了 你能拿到的贷款 也是非常有限的 那无法拿到足够的贷款 那又怎样促进这个经济的发展呢 三保重点 权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权力 怎么样算权力呢 他说实施促进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创业推进计划 开展十项具体行动 在我个人看来呀 只有确保零就业家庭 至少有一人就业 这个措施是具体的 是可以实现的 是可以量化的 我们看中共的这个整个 他的这些措施 绝大多数都是含口号的居多 最后一点是 四促匹配 权力推动服务扩量体制 刚才我们也说了 中国这个社会体系 从银行贷款是很难的 普通人贷不到款 他怎么敢去投资做生意呢 不敢投资做生意 那又怎么创造就业岗位呢 就算有人敢冒险 现在敢消费的人群越来越少 人们不敢消费 那又反向造成企业发展更难 所以说 中共出台的这些措施啊 并没有实质的作用 网友就用了几个 哈哈哈哈 下面有6600多人点赞 这个就看到了 大家把他的这些措施 当成一个笑话 为了解决青年们的就业问题呢 中共又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 挑选了3.4万高校毕业生 到偏远乡村工作 想通过这种方式 再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 那我们看到了 最近的农馆是为非作歹 那把这样一批人 拍到乡下去做农馆 这样既能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同时又能保证 这个农村的稳定 但是中共这种做法 很可能把老实人给逼急了 把农民逼上绝路的后果就是 朱元璋李自成不断的出现 但是中共的邪恶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数字货币就是他们未来控制社会的 一个非常邪恶的手段 有专家就说呀 数字人民币能有效的控制市场消费 用金融力量打击 摆烂躺平风潮 这就是中共国的专家 他们专门害人家 害老百姓 这些给中共出谋划策的人呢 他们道德是极度的败坏 他们所想的就是让中共 继续奴役老百姓 他们从中能分一杯羹 能分点中共的刷锅水 从而让他们能继续苟活于世 未来中共一定会采用更极端的手段 来控制整个中国社会 未来的矛盾冲突也会不断的出现 农馆这个问题 最近已经将矛盾推向了新的高点 随着矛盾不断的加剧 那未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火药桶 随时可能爆发 那好 感谢朋友们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